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接着上一期的话题,继续聊这个藏传佛教的皇教,也就是格鲁拜 咱们前恩书啊,还是留下了几个话头,没有交代清楚 什么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聊了这个转自己的活佛 就是这个最初的活佛转世者,就是噶玛巴西 他就号称啊,他是转世的,他师爷都僧钦巴 那这种转世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啊,转自己 都僧钦巴转世成噶玛巴西,噶玛巴西呢,再转到下一任的噶玛巴 那么和他相对的还有一种活佛转世,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格鲁派的活佛转世,他们转的并不是自己 您就比如说这个达赖的活佛师系吧 第一二是达赖喇嘛,他们的头衔并没有达赖喇嘛这个称号 是因为安达汗策封了第三世活佛为达赖喇嘛之后 这个系统才被称之为达赖喇嘛 这个事啊,咱们一会儿详细的说 那么说第一世的达赖喇嘛,跟敦猪巴 第二世的达赖喇嘛,跟敦加措 第三世的达赖喇嘛,索南加措 他们不是一世一世的转世吗?不是灵同继承吗? 哎,不错,他们正是转世,只不过他们的转世啊 和当时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西有区别 他们不是转的人,他们说呀 哎,我们这个世系从第一世跟敦猪巴开始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就更厉害了,那这明显就是佛 就是菩萨,就是神的化身 即便呢,这历代都是高僧大德 但是呢,还有更厉害的后窗,我们呀是菩萨的化身 那这就是格鲁派把这个转世系统更高深一步 更系统一步的学术成果 那总之呢,就是他的这个活佛转世就更有说服力了 哎,不说他呀,咱们再说这个班禅俄尔德尼系统 那咱们说这个班禅一系,他晚 他比这个达赖一系晚,他是晚在哪 实际上是他这个活佛转世系统晚吗?并不是 他是班禅这个称号被政府册封晚 哎,但是呢,他并不影响他的大成就 这班禅一系呀,他说自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化身转世 哎,这就对了 这事就是这样,就得是先说地后说天 说完大塔再说高山 他一步一步的往上聊啊 他显着有劲 你总不能是先说海再说河 说完小溪说车辙 这他越来越没劲了,越说越小 所以说呀,你说你这达赖世系呀 是这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转世 那我这个班禅世系比你晚 我就得呀,直至腰找一个大后窗 我是这个弥勒佛的化身转世 那咱们今天呀,就要从这个 格鲁派的最初活佛转世达赖一系开始聊 要说这达赖世系的前期呀 可能这个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措对这个教派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 如果没有他这格鲁派很有可能就走向了萧王 那咱们要是从头里呢 咱就不能先聊他 咱们得从啊 这一世达赖喇嘛 这根吞猪八开始聊起 那么说这根吞猪八是谁呀 根吞猪八呀,是宗喀八大师最后进门的一位小徒弟 按公里说呀 这位大师他出生在公元的1391年 那一年呢,正好是明洪武的24年 也就是说中原大明刚刚建国不久 说起这根吞猪八少年时的身世啊 哎,讲起来还是很凄凉的 他本来呀,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可是呢,这个大师虽然和这个佛法有缘 但是啊,他有点方家 怎么说呢 他刚出生那天的夜里 哎,家里就遭了土匪的喜结 结果本来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如血 他从小啊,只能跟随着父母放羊 出家呢,也非常晚 15岁的时候啊,才在这个纳唐寺出家为僧 后来呢,到了20岁 受了这个比丘戒之后啊 前往这个前藏各地去云游 到了这个昌猪寺 他先是拜了这个贡丧八为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 大概是这1415年前后 宗喀巴大师啊,在帕竹政权的支持下 在藏区啊,就召开了很多的法会 在一次法会当中啊 根吞猪八就见到了宗喀巴大师 这老爷儿俩啊,一聊天 星星吸星星 这宗喀巴大师就收了这根吞猪八为徒 也就是说这根吞猪八呀,到这个宗喀巴大师坐下休息 是跳门 您看呢,如此的高僧大德都能另派学法 足见佛法之广大 您看就现在,连个说像上的跳门 另拜个师父啊,都被全天下指责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多拜个师父,多学门手艺 这按我说没什么不好的 这一拜师不要紧呢 这老师是真教,学人是真学 没过几年啊,根吞猪八的这个佛法造诣啊 也就和很多师兄啊,都齐平了 可这事有不凑巧 哎,没过多久啊 这老师年纪大了 元祭了 宗喀巴大师元祭以后啊 这根吞猪八随着这个大师兄贾曹杰学习佛法 在这个贾曹杰身边学习啊 这根吞猪八非常的谦逊 不是像这个师兄师弟一样并排而坐 是坐在下手之弟子里 贾曹杰元祭之后 根吞猪八又和大师的二弟子克猪杰学习 一样也是把这位二师兄啊 当老师一样拼着敬着 那这么一来厉害了 等于这根吞猪八呀 是和三位老师学习的 当然了,其中有两个是他的师兄 我们知道啊 这宗喀巴大师身上啊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名号 尤其是也没有正式的得到过 这个政府的册封 他身上啊 只有一个名号 就是甘丹尺八 说白了呢 就是甘丹寺的法台 您得记住了 咱们前面讲过 如果一定说谁是这个格鲁派 地位最高的人 那肯定就是有着甘丹尺八 这一尊号的高僧 那对啊 开派祖师宗喀巴大师 就是甘丹尺八 第二任就是甘丹尺八的大徒弟贾曹杰 第三任就是二徒弟克朱杰 就在这个克朱杰担任甘丹尺八的时候 这会儿啊 这个甘丹尺八的学业已经圆满了 他辞别了师兄 他说我要回去了 这二师兄克朱杰说说 兄弟你要去哪啊 说你看呢 这个你师兄我这岁数也不小了 论这个佛法修为啊 再往后排 你可就是下一任的甘丹尺八 你走哪去 走远了到时候找不着你怎么办啊 咱们从这儿啊 咱还得换一括号 您看啊 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您看这甘丹尺八 那这个封号 这个称号啊 他可不是活佛转世 他是师父徒弟的传承 那同辈的师弟一旦也有大德高僧 也可以啊 这兄中弟吉 那他不是这家族传承呢 就必然呢 有点这个善让推举的意思 那为什么说宗喀八大师 这个甘丹尺八这个位置 这个称号 他是继承制 他并不是转世制呢 就是说这活佛转世啊 他的也有这个芥蒂 他的也得有这么一个上限 不能触碰 没人敢说 我是这个阿底霞大师的这个转世 也没有人敢说 说我是这个宗喀八大师的转世 就跟没有人敢说 我是佛陀的转世一样 那换一句话说呀 可能您就好理解了 这宗喀八大师啊 阿底霞大师啊 这莲花生大师啊 包括佛陀呀 这些人呢 都是这个转世系统以上的存在 还没人敢拿他们说是转世 这宗喀八大师就很厉害了 他也只能跟大家说 他是阿底霞大师的学长 是梦里阿底霞大师传授他的佛法 那咱这书呢 拐出去呀 还得能拐回来 咱们继续聊跟敦珠吧 跟敦珠吧 听完了自己二师兄的这番话呀 他心里说二哥呀二哥呀 你可不知道 我躲的就是这个你看咱们这个转门虽然越来越的壮大呀 可是越来越乱 争权夺利 四与四之间的僧团呼呼斗 后边啊各自支持的政治势力又暗流涌动 所以说我呀还是离开这儿吧 于是这根敦珠吧 就辞别了二师兄 就来到了后葬他的家乡 在这个当地日卡泽地区的宗本支之下 他就创建了扎实伦布斯 在这儿有一点呢 您得记住咯 这个扎实伦布斯现在呀 是班禅大师的主寺 可是他却是第一是达赖喇嘛所创建的 建立了扎实伦布斯 就证明啊 这个格鲁派把势力也推到了后葬地区 那这会儿后葬地区实际上啊 是人家萨迦派的地盘 这个根敦珠吧在这儿创建了扎实伦布斯啊 咱们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呀 很形象就像这个以色列建国一样 所以说呢 也从侧面啊 证明了背后支持根敦珠吧的这个 日卡泽地区的宗本 乃穷吉巴班绝桑布 他的势力有多么的强大 那现在呢 人家这个根敦珠吧 有自己的寺院 有自己的势力 有自己的僧团 人家在这个后葬的扎实伦布斯啊 当着法师啊 讲着法 收着徒弟 过得肯定是很惬意 那就在1450年 拉萨方向传来了噩耗 派人来了 来干嘛呀 请这个根敦珠吧 赶紧回这个甘丹寺 继任甘丹尺吧 因为呀 二师兄第三任的甘丹尺吧 克朱节原机了 这根敦珠吧 思量再三 他觉得他不能去 那儿啊 是一滩的浑水啊 自己烫不得 于是呢 这根敦珠吧 就说说 我不能去 若才见此事 便离去呀 唯恐啊 这个咱们教派 在后葬 站不住脚跟 他原话说呀 恐不坚文 那么说 他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教主的这个身份吗 其实啊 谁也做不到和权力 只是擦肩而过 连眉头都不眨一下 这根敦珠吧呀 他也如此 他虽然呢 没跑到拉萨去继任这个甘丹尺吧 这个法号 但是啊 他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他和这个甘丹寺的长院僧众团说呀 我推荐一位吧 我推荐这个人呢 完全能继承我老师 以及两位师兄的衣博 领导咱们格鲁派大踏步的前进 那谁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拔索取杰兼赞 那他是谁呢 说起来也不是外人 他是第三任甘丹赤巴克诸杰的亲弟弟 那您想啊 他推荐的人 跟他关系不好 他惹定不推荐 再者呢 这个取杰兼赞呢 继承了这个甘丹赤巴 那他心里呀 肯定得念着这位师兄的好 所以说这甘丹珠巴 从侧面也能在背后操纵这格鲁一派 那么这都安坐好了之后 甘丹珠巴呀 那从此以后潜心研究他的哲学和佛教经典 虽然呢 身在后葬 却成了这个西葬著名的大成就佛学者 并且啊 还有了一个称号 叫大班智达甘丹珠 并且呀 还写了不少的著作 那可是事情就是这样 你再有大成就 你比佛陀还有大成就吗 你也躲不开元祭 1474年 跟敦珠巴呀 就在扎实伦布寺元祭了 那年其实啊 这个岁数可也不小了 这高僧啊 已经活到了84岁 那他的法台寺主 由谁来继任呢 哎 他的大弟子 叫班清桑普扎西 就继承了扎实伦布赤巴 可是呢 还要寻找他的这个转世灵童 也就是说这跟敦珠巴呀 他也决定自己要转世下去 那找吧 寻访转世灵童吧 转世灵童 寻访以后 就是第二世达赖 叫跟敦加措 跟敦加措实际上也是跳门 他们家呀 这个世代的修习宁马派 跟敦加措呢 他不愧是灵童 三岁就开始修习这宁马派的这个秘法 可是到了十岁了 被寻访成灵童 在这个扎实伦布寺 京师班清龙日嘉的主持下 就被认定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跟敦猪八的转世 咱们在这儿啊 说是第一世达赖喇嘛 是让您听得清楚 实际上这会儿还没有达赖喇嘛 这个封号 这一下子呢 跟敦加措就成了转世活佛 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波切 后来呢 收近世戒 又收沙密戒 可是就在这儿啊 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二世活佛 跟敦加措啊 和这个现在扎实伦布寺的赤八 就是啊 这跟敦猪八的大徒弟 班清桑布扎西 这两个人呢 不和 迟迟的呀 就不给这跟敦加措 受这个比丘戒 也就是啊 不承认他这个大师身份 这搞的呀 这个跟敦加措 宰扎实伦布寺啊 就地位很尴尬 可是这会儿呢 折磅似人家就看出便宜来了 他觉得你扎实伦布寺 不珍惜这颗活佛的种子呀 那我们要 我们珍惜 于是啊 就向这个跟敦加措 抛了了橄榄枝 说你啊 来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呢 有一套这个秘法 是专门传授给高僧的 说你来学习一下吧 这到那儿啊 跟敦加措一学习啊 可就不回去了 这儿都对的很好啊 那生活好 学习好 又受到别人的尊敬一下子就留在了折磅寺 从这儿呢 又有了新的经师 那没过几年呢 就有了大成就了 学习了高深的佛法 那这会儿呢 这扎实伦布寺啊 也不敢瞧不起人家了 几次请求二世 达赖跟敦加措 回到扎实伦布寺 这个跟敦加措呢 既没同意呢 也没说不同意 咱们日子过着看吧 于是呢 他就开始了 像这个西康啊 清凯啊 阿里啊 前葬后葬 以及山南地区传法 着着实实的 为本宗本派的开派呀 红法呀 忙了半辈子 在这期间呢 还在这个山南地区的圣母湖畔 创立了曲科节次 到这个1510年的时候啊 还升任了扎实伦布寺的第五任主持 即便升任主持啊 他也没怎么回这个扎实伦布寺 到1517年的时候呢 他还出任了折邦寺的第九任主持 你看 通过这个二世达赖 跟敦加措的努力啊 这达赖一系的势力 就控制了前葬后葬的两大四 直到啊 这个1542年的大师啊 就源祭在折邦寺了 等于呢 是这个第三世达赖的灵童转世 以及这个寻访的遗鬼啊 全是人家前葬的折邦寺主持的 和这个扎实伦布寺没有什么关系 得嘞 从这儿啊 咱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代 第三世的达赖喇嘛时期了 那今天咱们聊的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的 这为什么达赖一系啊 他会出现在这个后葬扎实伦布寺 为什么呢 后来这达赖世系啊 又转到了拉萨 那这两件事情呢 就和这一二世的达赖喇嘛有关 那明天的书呢 明天的书更有意思 这猛葬联和狗鲁派又抱上了心粗腿 这才有得青海湖畔大会盟 是活佛大汗 两忽悠 咱们明天接着聊 明天的书更有意思